我想起地球上有一种技术 叫数字孪生 可以让人类不用再面对离别 只需要收集人类的数据 结合人工智能 在云端重塑一个新的你 拥有一模一样的记忆 一模一样的相貌 一模一样的声音 甚至连习惯都一模一样 在科技的发展的过程中 我们也看到一直有人想 克服这些问题 从远的来说 刘老师可能你也是关注到 秦皇汉武就都非常希望自己能永生 各种各样的什么徐福东渡 灵丹妙药方式修丹 在我们中华传统文化里面 其实一直有一条脉络在讲这些 那么一直到现代科学 韩老师做这个人机结合 从科学的角度 您能跟我谈谈 在这方面科技都走过哪些脚印 到今天我们能做到什么 首先脑溢接口这个行业 其实是通过机器 来去识别大脑里面非常细微的信号 但是这些细微信号 其实对应了人类的所有的情感 和它的动作和它的决策 但是这种信号通常来说非常的微弱 比如说像脑电来说 其实它是一个正负50微负的一个信号 大概什么概念呢 是一节5毫电池的100万分之一 所以说人们检测这种信号 特别就像是在一个浩瀚的大海面前 有无数的风声 海啸声 但是你要听50公里以外的一个蚊子 扇动翅膀的声音 所以它是非常难检测的 然后所以需要通过仪器 无论是侵入式还是非侵入式 要检测到这种非常微弱的信号 并且把它解析出来 去对应 去猜测 它大脑里面的这个信号是什么 所以这个是整个技术的一个根本 就是数据采集和数据解析 我特别好奇就是你刚才说识别和解析 那个解析的意思是什么 比如说它非常微弱 你识别出来了 但解析说这一部分的 它的这个大脑的电波 是对应于我们什么样的功能 还是什么样的感情 比如简单来说 就是看一个人有多集中 然后有多放松 然后甚至一个人有多快乐 然后有多悲伤 然后另外比如说他想做什么动作 这是在运动层面的 更复杂的就是涉及到语言和逻辑 目前在科研里面 已经能识别到一些图像的想象 比如说我们现在脑袋里面想一下 我们最喜欢的女生是谁 然后通过这个功能性核词公正 和深度学习的算法 已经能解析出了一个 大概的一个图像 比如我脑袋里面想的是林青霞 基本上扫出来这个图 大家就能盼出来 这个跟林青霞很像 那脑袋想的白骨精呢 那也能看出来 他自己能辨识说 这个是林青霞 这个是白骨精吗 就是反正你大脑里面想的图像 和识别出来的 基本上已经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了 我们在继续讨论之前 刘老师我们看一个短片 好 我们可以围绕这个短片 再往下讨论 大脑具有精密的计算方式 弄什么数字克隆 数字什么 数字克隆 什么意思啊 就是现在把我爸的声音录下 回头再往上生成一个假爸爸 不是假的 再说不光有声 还有我的动作呢 你可太能做了 你别不信 等我录完这本字典 回头把电脑和手机的记录 往上一传 他们真能把我复活 你爸爸还吃那个不脑药吗 花了我好十几万啊 你看我跟你说 你又不懂 高科技死不了 不是真不死 是根据我爸之前的大数据 在模拟可以给我爸 我说多少次了 不是模拟 就是我 一样的想法 一样的脾气 怎么不是我 你脑子进水了 还是电脑脑子进水了 我问你老韩 你死了 留个照片不 我村子还给我录像呢 一样啊 照片里的 是不是你 是啊 录像里的 是不是你 是啊 那电脑里的 怎么都不是我了 你还不弄一个 他模式这个是不是更多的是这个数字轮身技术这个这个阶段的啊 那就现在这个在应用上他是他已经是一个产业了吗 是嗯呃其实我们说到一个人其实他是分成我大脑里面的呃思想和我的一些决策以及我外面的这个 音容这个这个相貌我觉得数字轮身他可能解决的是外在的这种音容相貌以及我说话这种方式嗯呃现在应该有很多公司都在做这方面的这个这个这个技术那么他不是把自己的想法上传到 就现在做的这个数字克隆他大概的一个工作程序对是怎么样呃我现在理解他基本上是先模拟我的生我们的声音嗯呃然后就是有AI的部分采集一部分 对这个这个这个比如说咱俩聊天聊了三小时对把你的说话方法录下来对然后因为现在通过语音合成的方式已经非常成熟了对基本上我跟他说一段话他就可以完全复刻我的声音 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是我说话的方式嗯啊我说话的方式也很重要对啊第三个呢是我的知识的一个储备和我啊遇到事情的一个反应嗯其实我觉得数字轮身的一个核心就是当他在未来遇到某一个场景或者某一个 突如其来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啊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比如在对话里面他复刻的是呃他的父亲对吧那女孩可问他父亲一个什么问题他父亲如果在的话应该给他一个怎么样的回答嗯所以数字轮身可能解决的是在未来的一个预测的一个问题嗯嗯那刘老师就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像韩老师说的这个数字轮身技术已经有应用了嗯 那作为您个人 您会选择吗 你怎么考虑他带给你的一系列情感的家庭的生活的问题我现在没没没想明白因为这是买买新的因为我们判断说 一个人离别了这是我们是需要多留他们的 这个遗物遗产更好嗯 还是说 慢慢让他淡化 嗯 和以前的那种遗留不一样 以前另外就是重访嘛 嗯他现在说 如果遇到一个新是新的事情 把我现在 又有一个工作另外有一个工作 或者说我要去另一个城市生活你怎么想或者我爱上另外一个人 你怎么想他就是根据他的那些以前的数捷 嗯的逻辑能够推演出来于是 亡故者他仍然可以对你现在形成某种干预是 他不仅是更加 完善了 过去那种比如说 照片 视频 把它做得更逼真更完善了 他反过来可以介入到你当下的生活当中 我自己要不要做呢 我自己大概不 不大愿意做 我不知道 就我认为 按照我理解的熟悉的方式 来展开 后代的生活 生存者的生活更好 对这让这个刘老师这个讲的这一番话 让我想起这个一个现实的情况 我有一个 这个导演朋友 有一次他跟我在回忆他的父亲 他说 我父亲走了之后从来没有给我托过梦 他太爱我 我很受震撼 因为一般来说我们会有思念对啊就想念 这个世界的孩子我托个梦 但是在他的哲学里面就是 亡顾的人不托梦是爱你 不打扰你 不打扰你过你的生活 告别的人就远去了 我觉得在这种哲学之下 可能 可能选择这个 这叫什么这个这个 数字克隆 就会很犹豫 我觉得 思实际上就是说 思这种思念的状态他有一种静默的 距离感 他在那里 他有一些踪迹可寻 但他不是完全淹没我 如果完全淹没我 那种就特别逼争的那种形象 让我 沉浸在里面 这个状态不是他 他过于喧哗了 或者过于带入了 思念是遥远 静默 保持一些余 余味在 就是余晕缭绕 也带有某种想象 对想象 而且他并不是特别 要把你 要把你 捆绑在那里 思念大概是这样 他是 他是跟你有一种牵挂 但这个牵挂是可以很稀薄的 实影实现的 而不是需要这么逼真 但是呢 我相信这是人和人是不同的 有的人就需要 特别在最初的时候 他接受不了 亲人离别的现实 特别是 长辈失去 子袋那种 说黑发人 说白发人 说黑发人 特别难以接受 像孩子 比如十岁 几岁的孩子 他们需要一个逼真 但总有一天你要 你要离开 是不是 他让一些特殊的人群 特别的人 特别的 状况 他们有这样一个选择 是好的 但是呢 我认为他溢出了我们以前 对逝者的那种思念之情 其实有一家公司叫做那个阿尔克公司 然后他其实就是做人体冷冻的 然后他从1976年第一次对人体冷冻之后 现在已经冷冻了大概100多个人了 其实这些人呢就希望在未来如果 医术发达之后 他可以再重新的复活 但是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争论 因为他毕竟是一家公司 他如何保证这家公司永远不倒闭 如果这家公司倒闭之后 那么这100多个在这个 叶旦里面就是动着的人该怎么办 那么对于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数字 孪生的话题其实也是一样的 尽管动的不是肉体的我 复制一个虚拟的我 他哪怕把我的这个形象 把我的说话的声音 甚至把我的决策 全部都复刻清楚 但是其实人他如果活着的话 他最大的一个特征是他会成长 是会发生变化的 当我把我复制到了一个虚拟的一个我之后 这个人的成长和这个人的变化 会发生什么样 他会往什么方向去走 瓦克想到三体里曾描述过 人类在最终遭遇降维打击前 在冥王星建立了一座人类文明博物馆 用来向宇宙证明人类文明的存在 那如果可以克隆前人的意识放进博物馆中 各位老师想要克隆谁 我可能还是想克隆那个 汉克斯伯格医生 他就是1924年 就人历史上第一个 在人身上发现脑电的 一个神经科学医生 因为我觉得当时他的 他的这个设备非常的简陋 他用一个巨大的一个放大器 然后在人的这个头皮上去看到非常细微的这个 这个变化 我其实特别想问问他当时 到底出于什么原因 出于什么目的花费这么长时间 去关注到人们大脑里面的这个 这个信息 我想复刻鲁迅 当下有很多迷惑啊什么 我想鲁迅在他会怎么看 我想问问他 那是非常有意思的 哎呀我想克隆一下这个 《美里爱》啊 《美里爱》是我们电影史 开端的时候 电影史有两个源头嘛 一个是记录美学 一个是戏剧美学 《美里爱》就是最早 拍科幻片的 就刚刚有了电影摄影机 他就拍了什么月球旅行啊什么 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一种天才 就他怎么就把这个媒介马上他的背后的魔术性给发现了 啊就是我们所谓这个就是一种是记录一种是戏剧而这个戏剧里面就是 后来那个所谓电影是一个梦幻了 他就是一个梦的一个魔术师 他创造了非常多的特技就传统特技啊 啊就是什么这个实现了这种月球旅行啊什么这种视觉 我觉得那个时候电影这个技术才发明出来几年 他是什么动力让他有这么天才的对这个媒介的背后这种魔术性的发现 这是我非常好奇的 因为相比今天我们电影其实 变化也技术变化也很大 但实际上我们的 这种创造进展 就技术上的进展是很很小的每一步都很小 那个时候是井喷式的这种变化 啊我想了解他 数字克隆啊需要很强的算力他才能够 达到这个模拟出被克隆对象这种程度 收集的信息越多呢 复刻出来的克隆人就越像 当然我们还需要和一块很好的显示屏 来展现 克隆人 对啊 理论和技术啊都需要载体的 比如说你看啊 这台全新的笔记本 惠普星14 pro 高性能轻薄本 你看他外观 这么轻薄 性能却非常强 还有一块2.8K的高色域的 OLED屏幕 他的高分辨率和高亮度能让屏幕里的数字克隆看上去像真实存在的一样 大家看啊除了OLED的这个屏幕的高分辨率 他的高刷新率和精准的控光能力 能让色彩空间的表现力更好 更还原真实色彩 更精准的还原克隆人像的细节 即使你看 放大之后 也不会减少真实感 这种高性能设备的支持 对数字克隆来说 可以说是如虎添翼了 我觉得在不远的将来 我们说不定 在视觉上能够看到更加逼争的数字克隆人 是的 真的挺期待未来的克隆技术 能够发展到这样的一个高度 我也是非常期待这样的未来 那杭老师就是在你们的科研的最初的一个原生动力是什么 特别是在你从事的人机接口这个领域里面 解决人类一个什么问题 我认为是解决一个进化的问题 嗯 因为 人的进化其实是非常的这个这个漫长 在700万年前我们和大星星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700万年过去之后呢 我们的大脑 其实是得到了非常强大的和快速的这个进化 然后把我们和这个星星完全给区分开了 但是这个花了整整700万年的这个时间 《进化论》这本书《物中起源》写完之后 160年之后这个诺贝尔奖 其实也给了一个跟进化相关的话题 叫做定向进化 那么脑衣接口它所做的实验是什么 就是在人们有限的这个一生当中 来去对大脑进行一些改造 让它往一些好的方向去发展 举个例子 比如说没有手没有脚的这些残疾人 当他因为事故失去手脚之后 他不可能再 再重新生长出来 那么我们就帮他去建立重新的连接 让他大脑产生新的连接 我们里面有一个用户的固执其实还是挺震撼的 就是他从小就是生出来 就是没有手 所以他不可能知道什么叫做动 大拇指动中指动食指 然后后来我们给他装完手之后呢 我们就让他去想象 什么是动食指动中指动拇指 结果给他证完之后 他竟然可以慢慢的学会去控制 这个相当于就帮他建立了一个 全新的一种一种连接方式 而且在单独的个体 在有限的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他实现的进化 是 韩博士 瓦克对于您说的机械手特别感兴趣 不知道能不能在现场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的 我可以让我们那个同事 给大家体验一下 特别有信心 天呐 给您装一个简单的传感器 然后去检测您的神经电和机电的信号 然后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克隆技术嘛 对吧 看能不能在一两分钟之内 去复刻一个 复刻一个你的手 然后我就想用那个意念来 指挥这个手 对你可以做些动作 然后我就想让他去抓夹倒的那个头发 他就可以做到 可以 那你比如说一个现实的操作里面 他需要长期的学习某个人的信号吗 还是一次性就捕捉到了 对于肢体存胀的人是 就学一天就可以 学一天就行了 就输入这个东西 对 然后他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会不断的这个强化 你看 他通过这个一分钟的训练 然后基本就可以去复制 这个刘老师的这个 这个这个动作 对我们可以再多学一两个动作 所以就是如果是没有 他是残缺的人的话 他就想象就好 想象就行 对 My God 他还是可以远程的对不对 对他可以远程 比如我们远程 哪里这个你可以跟那个 夹倒握个手可以张开 对然后跟夹倒握个手 哇你好你好 好听啊 对 我这个手是 就是2019年 然后一直用到心脏 一直没有出过状况 他直接就是让我去做很多日常的一些琐碎的事情 这种感觉会很神奇 我跟你聊的过程当中 我也可以就是说很好的去控制单子的运动 然后他不会出错 他可能就是跟我身体就连接在一起 完全就是听我使唤或者说我比较随心所欲的就可以控制他 好 对 对 你大哥你说这个手 你觉得我们下一代手应该 往哪个方向去改进 我觉得如果说能够加上一些使用手机的一些触感 或者说我跟人握手的时候能够有一种就是说我能感觉到温度 嗯 如果有温度的话 我可能就一触碰就眼睛不用看 我也可以把它抓起来 这样让我的体验感会特别好 明白 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讲 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 每个人对于手的理解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曲约于他会拿到 拿这个手去做他以前 最想做的这个事情 比如说这个残疾人他已经失去了这个手 那么我们帮他做一个机械手的时候 这个机械手就必须去学会 这个人的意识 去学会这个人 与这个手之间的这种契约和默契 比如说我这么想的时候 这个手就要这么动 所以说相当于就是把 原来大脑与这个手之间的契约 和这个手之间的这种意识关系 复制到这个机械手上 但是这里面的核心是这个机械手要能读动 目前这个人际结合 我们经常讲科学的伦理 就在你们这个目前这个层级里面 有没有遇到什么伦理的问题 其实我们 做这个领域 总结下来脑内接口其实就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事情就是造人 或者叫修复人 第二个叫造超人 造人修复人就是 比如说没有手没有脚的人 帮他装上手和脚 然后另一部分就是大脑有一些 疾病比如说老年痴呆自闭症抑郁症 还有ADHD这些 通过这个脑内接口物理干预的方法 让他进行一定程度的恢复 所以这一部分是修复 所以这一部分我觉得他的伦理问题其实还 小一些 我觉得是没有伦理 伦理上是正向的 对 很少争议的 对 但是第二部分就是造超人 这一部分 就我们的有一个 用户就是装完机械手之后 他和一个位钢琴家一起弹琴 就是那个朗朗 然后后来我们就讨论 就说 他通过学习可以控制机械手弹琴 而且也能 跟上这个朗朗的这个弹琴的速度 他有没有呢 他有没有可能有一天 比朗朗弹琴还快十倍呢 我们觉得是一定可以的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 我的电击 是一定比我的这个骨骼控制肌肉速度是要快的 我在里面做了很多的限速 第二呢 我大脑有一千亿个神经元 但是我身体我只有206块骨头和639块肌肉 其实我的身体束缚了我大脑的非常强大的功能和束缚了我的这个输出 就跟我们写剧本 手跟不上脑 经常我们大脑里面有千言万语 但是我们嘴笨 我们说不出话来 这就是这种情况 因为我们带宽不够 所以说通过脑这个脑椅接口的技术 我觉得我们可以让一些装上我们手的残疾人 弹的比朗朗还快 弹的钢琴 所以说我觉得当这个时候出现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大规模的 这个讨论出现 会非常争议 因为这个现在好像在论理学界是说 像你刚做的那种 针对残障人是这种修补 我是非常接受 但是那个 所说enhancement 增强 就其实有的人已经在做增强 比如说增强记忆力 这个对考试他们都特别有好处 但这他带来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在这个社会上 一般来说 使用这些服务的人是 精英阶层 对 这带来一个政治哲学或者是 社会的政治精确的问题 这里面可能也有一个从科技到 应用中间这种如果他变成一个一个工具 那这些工具会不会 被 反利用 就 感觉你这个手啊 我们可以比如说一下说传统的小偷 然后他输入了一个 超级小偷的那个偷东西的瞬间的那个技能 你这只手在公共汽车上可以乱跑了 见谁的兜 掏谁的兜 这也可能是一种危机吧 是 我觉得技术永远都不是一个问题 而且我觉得人类其实已经学会了 面临一个新型技术 应该如何用 好的伦理和好的标准去约束他 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基因编辑技术 我们现在 其实基因编辑也可以做很多的这个坏的事情 当我们现在用他来去 开发疫苗 用他来去找靶像 用他来去 治病 人类已经熟悉去制定一系列的标准 去限定 这项技术的发展的 这个方向 就好比说克隆 这个技术 我们现在没有看到大量克隆人 克隆人的出现 或者 无数个我出现 就是因为人类已经 形成了底线 来去 来去约束他 但他 风险在于就是说当科学技术 进一步 他可以 他不是通过一个集团个人化的时候 就有那种风险是个人可以滥用 就是个人他可以 离开科学共同体的制约 科学共同体整个还是非常谨慎的 在这个问题上 所以我觉得 人们一定要对着所有的技术 带着约束和敬畏 来去往前去 去推进 而要思考很多他的这个走向和方向 所以说现在在脑结口 大家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这个 造人或者修复人身上 可能 到下一个阶段 可能我们会考虑 考虑 如何让人类本身变得 更强 变得更好 对我觉得他说的 这个 韩博士说的非常 具有启发性 我们现在实际上就比如说像现在手机 已经是我们一个外挂的器官了 然后在在这在精神信息方面 那么身体方面有很多很多 这个增补的这样一些效应 包括以后的机械腿啊什么 但这里面还有一个整个的科学 主义的思考模式和 古典的人文传统之间的一个差异 就是对于自然的态度 我们对于自然无论是自然的环境也好 自然的身体也好 我们是首先接受他 因为他是给定的 然后我们做一点小小的加工 我们已经认为很满意 但是现在的科学主义 它是从 一开始 特别是从现代科学 就是出走 出走的 从自然出走 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不接受那个给定的 given nature 条件 开始不接受自然环境 所以我们 我们整个的环境都被我们改造了 现在其实在地上没有什么真正的自然 某种程度上 我们在想塑造超人 对 我觉得韩博士刚才讲的那种 修补缺陷这一步是没问题的 增强 有的时候 你觉得望远镜啊什么 这也是增强 但是 到哪一步这个限度在哪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 让我特别犹豫不决的是 一个科学主导的 加一种 思维方式也好 进步的方式 进步的想象也好 它们带到了 离自然 走得太远的 可能的地步 以至于我们丧失了我们作为 作为人的那种 人文性吧 我就是当当到了那种后人类状态人类拥有某种 这个 超越现在的能力之后 我在想我们怎么看现在的人类 我们看现在会不会又视现在的人类为一种低等的物种 比如说那个时候八十岁老人还可以见步如飞 还可以爬泰山 那今天他看我们一些电影 讲 两个老人 需要家里面照顾 灿灿巍巍的 这种电影的时候 他这种人道性会不会消失 反而是一种 就人类更新换代之后对自己的前世的一种侵蚀 我觉得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也是挺恐怖的 其实我觉得人类已经有这个经验就如何对待 之前的生活方式 比如说爱迪生 这个发明这个电灯泡 之前其实人们都有这个燃气或者是蜡烛 但我们现在看古人这个什么共转共检西双竹 我们也不觉得他很落后 我们也不会鄙视他们 我们觉得挺浪漫挺好的 尽管我们现在的这个电力系统非常的这个发达 我觉得只不过现在的这种变化它加速了而已 再一个就是说寿命 我们现在寿命其实也是急剧的在 在在在在提高嘛 现在已经快80岁了 那我们看到100年前人们的寿命是多少 其实我们也不会觉得他们 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觉得当100年后的我们或者500年后的我们 看到此刻的我们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我们有些落后 但是我觉得 他也会觉得是因为有我们 才会有他们 但是我们还是很有幸在这个时代就是见证了 好像一种大的转折点在迫近 其实之前我有一个大胆的一个理论 就是说半机械人终将会是我们 所成长的模样 现在可能我们的半机械人的理解就是 我多了一部手机 或多了一些电子设备 让我的通信能力提到了延展 当然我觉得人他一定会经历一个状态 就是他走不了路了 因为我们身体是有很大的这个局限性的 但是和这种机器的结合 比如说外骨骼技术 它可以让老人多走10年的步 相当于可以把墙成一个外部的一个肌肉或外部的一个骨骼来去帮助你去 继续行走 所以我觉得单从这一点上来讲 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未来都会经历一个阶段 就是和机器的这个融合 当然马斯克就比较激进了 他觉得他是一个AI这个威胁主义论者 他觉得AI可能会伤害人类 所以他就开始成立了这个OpenAI 他人类比核武器都可怕 对 所以他先成立了OpenAI 就是对抗那些大厂 就大的公司去拥有这个AI技术 但后来呢他成立了一家脑机就有公司 叫做Neuralink 他就说让人类本身的大脑和AI结合 来去变成一个更加强大的自己 来去做这种决策 做这种主导的这个位置 所以我觉得人和机器的结合是一种必然 每一个我们在未来或者是在 比较远的将来都会和机器有一定的结合 嗯 嗯 嗯 冷静 嗯 嗯 嗯